在後面的風景米村建築優先競走已經13年 利用鴨子什麼都吃的特性 吃了一項無憂鴨來修好中餐 米村的總監張美雪就說 因為鴨子是雜食性的 可以到三天吃餐裡面的草仔和白糖 所以他們的漆仔完全是有機的 不參農藥 本身我們鴨子它有生命 所以這裡的環境、空氣、水源都要很好 有生命的鴨子才能存在 除了吃草毒糖以外 鴨子還有很多的功用 鴨子在餐裡面走來走去 鴨子上面的滷水在裡面 比較不會生命的糖 當時它大過的餐桌也會刺激到鴨子 讓鴨子發料更好 它的鴨長非常大 它的鴨長大當中它可以刺激 稻子的跟網架紮根 還有最重要的是 它很早就起來工作 把田裡面的那個葉子的露水 都會用不見了 就不會滋生很多病菌 它的排泄物還可以當回料 所以鴨子可以幫農民工作當中 讓農民很輕鬆 然後好好的把他們照顧好 趙梅雪宮提供稻鴨共生 其實最主要目的是食農的教育 實在在這裡看過鴨仔跟鴨仔 共生的模式之後 可以更了解音效發展的精神 在食農教育這一方面 我們也希望可以結合在一起 讓更多的小朋友 年輕人或者一些對飲食 特別注重的一些好朋友 其實他們可以來田裡面去感受 感受鴨子跟人之間的密切關係 鄉親如果是有來到後面 除了吃在地的好美 他買家之地的香蕉類以外 也歡迎大家來這片 道鴨共生的集團參觀一下 感受一個人、土地跟鴨仔親密的關係 南天新聞都在台南京紅後面 蔡宏布德